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政务官的监督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的 您对外也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一个说明 你特别谈到没有两件研究案指名委托给特定的人士 是不是这样子 在你的新闻稿里面 我也看到你发了新闻稿 行政院亲府会新闻回应说明稿 写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必须要讲 我对你们新闻稿非常的不满意 软弱 没有严加批判跟谴责 这回应啊 过度的君子 我们今天国民党执政啊 这所有的缺点就在这个方面 人家看不出软啪啪的 人家看不出你对这个媒体有所指责 有所谴责 甚至有所痛批 既然是子虚无有 你可 这个何可用这个媒体 用你那支笔随便来诬蔑别人 这太软了 是不是 既然没有 在第一时间 就要回应 然后你们写了一大篇的新闻稿 你告诉我 哪一家报纸 把你们新闻稿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回应 的说明 没有啊 你在任何一家电子媒体上面 你看到了没有 没有啊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作业是要好好的去这个研究的 另外呢 明明没有什么叫做四项委托案 我也不知道 连一个名称也没有 你们原来你们今年度编列了四个委托案 是 对不对 四个委托案的 四个委托案子里面 说你给人家指名特定研究员 连名字也 第一个也讲错 委托一个案子 那个也讲错 是不是 然后另外叫 轻浮会档案 口述历史研究案 根本没有 这个四案子 完全没有这个名字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没有 那为什么 报纸会有这个消息 这消息从何而来 你轻浮会内部有人泄露 我们会要求郑峰来做好这个工作 那么 为什么你轻浮会的内部 外面怎么知道你有什么 什么叫做轻浮会档案 口述历史研究 或许是你未来想做 对 但是目前并没有这个委托案的存在 是不是 因为 只有你内部人才会知道 是 因为我们 我们同龄应该都知道 因为会议在101年要 组织载测告之后 整个清浮会就走入历史 那我觉得 作为一个主委 我很希望 所以这是你的心愿 迄今 这位国家为青年做了什么 可以留下一点记录 所以你留下一个记录 是不是 从头到尾留下一个记录 很好 但是 还没有做 还没有做 还没有发报 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 只有你内部人才会知道 是的 那么内部人刻意的 把这样的讯息 向外传递 适合用意 适合居心 是到底是 内部的管理有问题 还是主委 你的统育领导能力有问题 这段回去好好检讨 研究一下 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个内部 我觉得是要好好查一下 不是说要知道什么恐怖气氛 包括我们个人自己 也检讨一下 为什么 我个人也会检讨 然后我就请郑峰来了解 好 这是一个新闻事件 是 第二个新闻事件 就是问你 你的民调在台南很高 问你要不要 要不要迎战 主委 我在这边奉献你一句话 是 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 可惜我们的年轻时代 没有人如此看重我们了 哈 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省机也不正确 委员 我们也没这个机会 我非常尊敬的委员 另外一回事情 你尊敬我 没有机会也是白搭呀 是不是 既然是 你有这样一个 声势在 人家问你的时候 青年人 年轻人 不惧战 不畏战 随时备战 如果真有需要 毫无疑问 正面迎战 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 但是 我可能没有意愿 主动求战 这可以你的意愿 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们本党 做官啊 有人做 打仗没人打 不要给人家有这个印象 我现在很担心的 就说 你国民党没有战将啊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战将 我们表现出来太君子了 哎呀 哎呀 这个这个张三 哎呀 这个李四 都让 温良 弓箭让天下都让光了呀 这点我们不能够让啊 叫当人不让 如有需要 当人不让 随时备战 随时上战场 随时可以应战 要这种keep 年轻人 谢谢我很鼓励 当你天下这样 一步步打下来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成为 我们这个执政党的一颗心 是不是这样子 以往的过程太顺利了 尤其您年轻 以往的历程太顺利 连着三级的立委 连着这个马上就就入阁 太顺的顺境 没有经过艰苦的作战了 照就历练 淬炼不了之一个一颗心 所以这点我对这个主委 年轻的你年轻的主委 有一份的期许 下次人家再问你不要躲了 不主动挑战 但是呢 若有需要 不畏战 一定要有这种气魄 你的个子这么高 这么大 我这么小 对不对 我们都敢 你有何不敢 是不是这样子 好不好 这是对您的期许 否则你呀 国民党没有战将啦 委员我还有家庭问题要处理 什么叫家庭问题要处理 那也不高 那另外一回事情 这个我不好意思讲说 不是叫你去大义灭亲啊 对不对 你要小义大义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要必须要 要有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民党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再回归到 这个正轨啊 是 在这个 亲府会啊 有一个委托案 刚才大家也谈到了 就是 这个 大专毕业生的一些案子 另外呢 就经建会啊 近日建议说 大专毕业生 去业职场实习方案 续办 是不是 要续办 你对于续办的一个看法 我跟委员报告 详细的情况是 施主厂去开会 因为 我们的案子是 我们有两千个名额 但是是教育部 行政委托 对 这个我们晓得 所以他到底 你要续办的话 到底是 现在经费还剩多少 那你的续办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当初是因为金融 现在好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经费也够 如果他 因为他要求你们续办嘛 如果经费够 你们对于续办的一个看法 跟你对以往的一个评估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们去仿视 实际禁用 这些青年能力的非营利组织 那从青年端也好 从非营利组织那一端 回应过来的回响 都非常的正面 那很多的非营利组织说 如果没有这个计划 他要用 也会用有经验的 不会用七八年级 刚毕业出来的新鲜人 因为他们从媒体报章看 都觉得这些青年人 好像是草莓族 所以他们很信心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方案是应该是 正面的 至少在非营利组织 这个部分 我得到的回响是非常的大 那意思就是说 你亲服会的评估 对于大专生 这个到非营利组织 你认为说 这个评估成效 应该是OK的 是不是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 包括大专生 也很感谢 就是很多的青年 也许他不是社会福利 比例是怎么样 我们的预计 在今年好像五月 会有一个研究报告 对我知道 你已经有提案出去 今年五月会来 这个处长 但是比例多高 你有没有人 你在以往的过程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从你嘴巴里面听到的 都是正面的 我仿视到的是正面 你仿视到正面 你仿视的比例有多高 我在期初的当中 我带队了 好像是最多四次五次 四五次大概有四五十加 二三十加 二三十加 您对于那个 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主管 都有带队 所以 我觉得 要综合来看 我觉得主委 可能如果说 您的仿视的结果 问的问卷 跟一个社会的评价 有落差 你有没有研究说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如果有 真的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因为企业跟非营利组织的属性 是非常的大 不一样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在这个面向上 有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哈 你要去了解 今天毕业生到最后成为正式工作的机会 有多大 它的比例有多高 也去人家继续雇用 或希望你们也赶快来实习 另外 毕业生到这个地方工作 毕业生对这个职场 对这个非营利组织的满意度如何 你们有没有去调查 我们有一个申诉专 有一个专线 就是我们除了有 人实地访式之外 我们也会电话定期的关怀 不定期 希望如果说 如果你在 对他的满意度 对满意度也好 或者 有没有加班 有没有额外的要求 是不是如计划 那现在我接下去问 就要问了 以后我就给你们调资料了 所有的非营利组织 去参加我们这个实习方案的非营利组织 你们的管考 有没有讲成的淘汰机制 你告诉我 你如果不可以让你排名或排等级 这么多的非营利组织 哪个是列入第一级 哪个是第二级 哪个是不合格的 是不是 哪个是必须要淘汰的 跟委员报告 其实像到目前为止 我们仿视到如果有 不是我 不是我带 留几个处长或主管带队 如果是不合格的 我们直接就依契约解约 也有 直接把名额收回 那就要把 你们要必须把资料 我们就严格依契约来 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把这资料告诉我 没问题 假如我们一共有20个 这个非营利组织 但是有哪些在我们这边是不合格的 那出来的 包括你们委托的研究案 都应该这样 你要把这个仿视的结果 如果说它是必大于利的 我们要告诉金建会 说这个钱丢下去是浪费的 对 所以这钱都浪费的 因为实际 实际的一个成效是有问题的 你看年轻人失业状 刚才有很多委员都谈到 25岁到34岁 这个年轻人失业率很高 25岁到29岁更高 这个非常的高 29岁到30岁 这个年龄层的就业力 我说力量力 就业力是比较高的 可是它就业率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 当然这里面我谈了 还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我觉得必须要 要做 刚才有委员特别提到 关文也特别提到 从上游到下游 我们是不是做了 看得很清楚 一些琐碎 不要在琐碎的工作上面 尤其在清补会 您任职的这个阶段 你想要留下一个 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什么样的评价 比如我们讲的林芳梅 她可能对于妇女的 这个就业辅导 很有兴趣 讲到这个郑立军 她专门搞浮选 是不是 也许这个有问题 她专门搞浮选 那好 我们说林毅婷 这个主委 在这个当中 你想要做为什么 是不是 因为今天很多年轻人 你代表年轻人 但年轻的心声 到底知道多少 到底知道多少 然后人家整个 一个就业的计划 我觉得太多了 像这个派遣 这派遣的工作 临时的 暂时的 劳动挑衅 也没有未来性 一旦成为派遣工 就被沦为一个 剥削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期盼 期盼主委 您真的是在这个职位上面 你要画下一个 美丽的据点的话 你就必须 吴魁讲 吴这个 吴院长讲 经常挂在嘴边 要消除民怨 那么做一个 亲服会的主委 做个亲服会幕僚 你知道青年的愿 在哪里 青年的愿 在哪里 然后你对青年的未来 给他什么样的方向 给他们什么样的希望 现有的一些辅导 的一些工作 是不是能够解决 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 你要必须扮演 年轻人的代言人 向院会 向行政 提出一个建言 为年轻人创造个 永久性的 就业的思维 跟具体的计划 所以有个评论 说我们要的是就业 我要就业 不是就业 不是救济的救 我临时救济 随便派钱 工作 随便找我到 那去 那只是表面数字 就业率的提升 却是把我的就业力 都给磨损掉了 我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前途 看不到希望 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好不好 好 主委加油 谢谢 红委员的质询 要斗